同学们好 我是七七级话语系周玲玲 首先是我新年一败 再次祝我们复旦七七七八级同学牛年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心想事成 过去的根子鼠年是有生生烙意的一年 将成为我们人生记忆中抹不掉的一年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 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 也使得我们许多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窝居和隔离成为了我们新的人生体验和感受 所高兴的是 面对疫情 我们同学依然坦然 依然自信 也依然在群里争论不休 最大的信誓 是我们两千多名同学 到目前还没有受感染和得病的 所以 新年最大的愿望 是我们同学们能够继续保持健康 远离新冠 平稳度过2021年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招打疫苗的 尽量招打疫苗 使我们身体有抵御病毒的能力 2020年美国的大选 引起了全世界的观众 也是我们群里争论的焦点之一 美国社会的撕裂 同样反映在我们同学群里 引起了因政治观点的不同的争吵和分裂 到我们这个年龄 大家都知道 观点也很难改变 所以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同学能够容得下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听得尽不同的声音 在群里可以讨论 但不要争吵 千万不要去试图改变对方的观点和看法 更不应该指责和门骂 世界是多彩的 我们要隆得下世界 俗话说 群是一个机体 也是一个家 是信息和知识的海洋 是心灵和情感的感官 也是休闲和放松的意战 我们的群 是我们自己共同的群 汤家伴随我们下辈子 让我们大家多能珍惜 多能爱好 这次晚会 是由多位同学的辛勤努力和付出 才得以呈现给大家 在这要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付出 也同时希望 未来更多的同学 来参与到我们各种活动之中 最后 祝大家新年 合家幸福 健康快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